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学界的热议 有人说 哎呀 这写得太残忍了 不敢看呀 墨炎先生的作品怎么是这样的呢 但也有人形容说 谭香行最能体现墨炎狂放的创作特征 那么究竟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呢 就让有数君来告诉你吧 清代末年 就是慈禧太后掌权的那个年代 德国人为了更方便地掠夺资源 便在山东半岛修建交际铁路 抢占农田 欺压百姓 而朝廷面对列强 怂得就跟个小鸡杂似的 眼巴巴指着青天大老爷 能为他们做主的老百姓们 那是苦不堪言 谭香行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高密县来了新县令 名叫钱丁 这个大老爷可不得了 一表人才满腹经伦 在前任县令为所不堪的形象衬托下 前县令一来 就登上了高密县人气榜榜首 爱慕者众多呀 在这许多人中 献花孙梅娘当初敢想敢做的那一个 但她凭着一门炖狗肉的好手艺 成了前县令的干女儿 后来成功怀上了前县令的娃 要说这孙梅娘也是个倒霉孩子 爹是个西班班主 风流成性 对她娘是不管不顾 后来亲娘早死 梅娘就混在西班子里长大 因巫人给她铲脚 便长了一双天祖 这双大脚耽误了婚事 最后不得不嫁给了 半傻的屠夫赵小甲 别看这赵小甲脑袋不太灵过 可她有了一个了不得的爹 人称赵姥姥 别多想 她爹是个如假包换的老爷们 那姥姥 是对刑部里最高等的刽子手的称呼 赵小甲她爹 赵甲就是刑部里手艺最好的那一位 上头让她挂五百刀 她绝对不会挂四百九十九 连慈禧太后都称赞她是 刽子手里的状元 在杀了九百八十七个人之后 赵甲带着御赐的佛珠和椅子 告老还乡 回到了高密县 而孙妹娘的亲爹孙炳呢 也不是什么省味的灯 身为西班班主 她有一副好嗓子 是当地猫腔的传人 一段唱曲 经常让听众声泪俱下 可她偏偏不好好唱戏 却要和前县令 比谁的胡子保养得更好 却在女儿的主持下 孙炳败败了 前县令不计前县地放过了她 可县令夫人却不肯罢休 夜里派人 薅掉了孙炳长长的胡须 只留下一片难看的疤痕 后来 前县令补偿了孙炳一些银两 让她解散了西班子 好好过日子 孙炳便娶了台柱子小桃红 开了一个茶馆 还生了一对龙凤胎 日子过得也是有丝有味 有一天 乡亲着急忙慌的 跑来找孙炳 说她媳妇小桃红 在街上被德国人欺负了 让她赶紧过去看看 孙炳连忙赶去搭救 谁知那两个德国人行为恶劣 是可杀不可辱啊 她抄起棍子 当场便打死了一个 这下可闯了大祸 在众人的劝说下 孙炳连夜逃走 小桃红留在家里装疯卖傻 企图骗过官兵 可丧心病狂的德国人 依然杀掉了小桃红 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甚至连赶来帮忙的村民也不放过 那天晚上 镇子上一共死了27个人 鲜血染红了整条河流 在掩埋了乡亲们的尸首后 伤心欲劫的孙炳决定自首 可经历了屠杀的村民 却坚定地为他凑了盘缀 送他参加了义和团 不久后 孙炳回来了 他集合了大批乡民 一举端了德国人修铁路的项目部 这下子梁子可结大了 朝廷震怒 派了袁世凯来督办此事 既要灭了义和团 又要让德国人满意 在孙炳被抓后 德国人的头子 克罗德 想寻求一种刑法 能让犯人在被实行以后 还能继续活着 活到铁路通车 这世上 手艺最好 见识最多的柜子手是谁呢 正是孙媒娘的公爹 孙炳的亲家 赵甲 于是 柜子手借的扛把子赵甲 便献上了 檀香刑 听着这名字这么高雅 但实际上 这刑法比凌迟还让人心惨 怎么回事呢 非战斗队伍 这个时候可以撤离了 有书军要讲的 那就是 用一根长长的山木棍子 打磨光滑 再使那香油 泡上三天 让木头里都浸满了油 这样就能防止木头吸血 待行刑之时 将棍子顶在人犯后庭 那就是缸门处 再用重锤 一点一点 将木棍顺着缸门 挤住 敲到人犯身体里 直到 从脖镜处 顶出来 整个过程 都要避开内脏 所以当人犯 被穿串一样 钉到木柱上时 也不至于当场死亡 赵甲为了完成 袁世凯交代的任务 还特地找来了人身 调查亲家的命 你听听 这都是人干的事 这孙炳也是条汉子 虽被上了行 却丝毫不耽误嘴里的叫马 甚至用猫腔 唱出了自己的愤恨 在听到孙炳的试迹后 高密县东北乡的 猫腔戏班子 也来到了 寿刑的高台之前 戏子们 都拿出了看家的本领 一出出猫腔大戏 轮番上演 唱他们可敬的祖师爷孙炳 也唱着可悲的清王朝 然而 德国人却拿起了机枪 对着这些百姓扫射 片刻后 戏台上再无活人 目睹了这一切的前厅 悲痛万分 而他如今能做的 也只剩下 尽快了结孙炳的性命 一来 让德国人 完成了自己亲爹和公爹的双杀 至此 这个故事 也算落下了帷幕 谭香行 以诗行为主线 将戊戌变法 义和团运动 殖民者强取豪夺 清政府软弱无能串联起来 讲述了 清末民族家国的悲惨命运 全程可以说是高潮迭起 一口气读完 那不是问题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有书军 还是建议大家 可以读一读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